近期有蛇石漫无缘的港剧《新闻女王》正在热播 看了该剧后真的深切感觉不少内娱职场剧 大女主剧的编剧落后人家20年 更可怕的是啥 《新闻女王》其实是一个挺老套的港剧 玩的还是TVB几十年前玩的那一套 筹牌初期被称为时装版的宫心记 在TVB历史上也算不上什么神剧 但即便如此 这部剧集的理念和情节 狠狠吊打了很多的内娱热剧 本期视频为方便广大观众 原片片段会使用普通话版配音 如果想自行观看本剧的原子 还是更推荐原剧原味的粤语版哦 不知从何时开始 内地的大量剧集已经完全的信源恼化 男女主被编剧《上帝》清点为一对 一切的剧情都是为恋爱服务 和《新闻女王》一样 同样是讲新闻工作者的 内地职场偶像剧《以爱为营》 女主是得过奖的知名记者 但编剧却为她设计了好几场 采访男主时险些被迷晕的场景 要冰吗 要死了 相较之下 《新闻女王》的男主不仅跟女主 没有任何的感情纠葛 还是女主最大的竞争对手 两个人斗得你死我活 而《新闻女王》在仇位初期 甚至都没有男主的位置 本来是准备请奢士曼 在《攻心记》里的老队家杨怡 来一场全女主大戏 可惜杨怡接了港版的黑暗荣耀 最后才选了马国民担任男主 怎么再回过头来看 《以爱为营》这一边 不仅女主要恋爱 女主身边的所有女性 也要逐个佩评 被观众笑称为五个霸总 找了五个女记者 仿佛得了不谈恋爱 就会死的绝症 在《内娱》 活该你没人要 是对女性的诅咒 但在TVB 找个男人嫁了吧 才是最极致的侮辱 你这么单纯的女生不适合我 你怎么跟他们斗 找个男人嫁了吧 是的 这种傻白天在内娱 可是要奉上女主神作的 但在TVB 只能跑跑龙套咯 不过《新闻女王》 并不是全无展现 两性关系的剧情 恰恰相反 该剧呈现了 各式各样的两性关系 奢侈曼饰演的顶级女主播 身边有一个小鲜肉 两人是纯纯的肉体关系 每次在家开心完毕 到11点 女主就会让小鲜肉离开 主演奢侈曼发微博 向观众解释过这个情节 这是我自己的小设计 姐天天早起 庞大的工作量 只需要没负担的关系 要定下比灰姑娘 还要早一个小时想中的原则 这个小鲜肉呢 有一次想给女主惊喜 偷偷跑到大家 做烛光晚餐 没想到女主 直觉的惊吓 帮我收拾干净了再走 花给我留下 把晚饭打扫干净 但花可以留下 前台词就是 我只想跟你玩一玩浪漫 过日子就算了吧 除了肉体伴侣 女主还有精神伴侣 她的前男友 而一某的时候呢 女主就会找她聊聊天 相较之下 在聚集《我的人间烟火》里 男女主崇高的职业身份 沦为了他们恋爱的点缀 该剧啊 举着歌颂 伟大职业消防员和医生的双重幌子 讲了一个恋爱脑 悲惨一生的故事 女主无条件地忍受 男主的无能和狂怒 一碗白粥就让她献上一生 为了男主不惜与家人决裂 甘从千金变娇妻 给你买的这房子 买的车 她给我做了招 第一次 觉得有家的感觉 而如果说 新闻女王的女主恋爱观 太超前 别急 我再给大家说说 女二的恋爱线 内余编剧看了 摇头直说魔幻 女二呢 也是一位女主播 是一个妥妥的工作狂 她有一个长期 稳定交往的律师男友 她和男友吵架时 是这样的 是你的工作重要 还是我重要 你说呢 她和男友 play时是这样的 爱不爱我 爱 我和你妈 掉进海里先救谁 救你 人性账目有没有问题 他们筹完也没钱 有没有问过你的法律意见 男友给她惊喜 安排旅行结婚 她这么说 诶 旅行结婚哦 OK 没忘过我的 没关系 马上出发这样 我希望大家先有个共识 再放进罐子里抽 有人对男友感兴趣 她丢下一句 对她有兴趣 就自己用美人计 如果有本事的话 吃饭时啊 即使女友带了同事 在一边偷试法律知识 男友也只是选择 情绪稳定的 负账走人 我是没胃口了 不过 你们可以一起吃 和男友约了饭 但最新工作 男友就放他去飞 去工作吧 我回家等你 最离谱的是啊 求婚当天女儿工作上有急事 男友的做法是 边求婚 还要边帮忙叫车 你要说多情话 能不能帮我叫辆车 是 OK 我叫车 我叫车 继续继续继续 在各位的见证之下呢 我要进入人生第二个阶段 尾号233 OK 拜拜 等一下等一下 长话短说 张佳妍 没有人命 OK I do 这个女儿啊 还有一场和前男友的 雨天分手戏 在雨中她大喊 张佳妍 从今天起 你要爱自己 不像有的女主 雨天都还在喊男人的名字呢 哇 你知道在Netflix 也可以重温黄金年代的香港电影吗 嗯 原子我就来点一个东城西旧好了 诶 根本说不到 嘿嘿 别慌 给你这个大招 虽然搜索结果里没有东城西旧 但这儿却有白色字体的片名 这说明啊 奈飞其实是有这部剧集的 这是上Netflix资讯类网站 譬如 unogs.com 查询一下 原来东城西旧只在韩国有货 问题是我们如何前往这些地区观看呢 冷静有请 咱们本期的赞助商 Express VPN 用它把地址切换到韩国就能看啦 韩国却还能看花样年华2046等等经典电影 而新加坡Marina Bay地区 可以重温各类成龙和周星驰的经典家作 而且新加坡的奈飞节目 都有中文字幕对华人很友好 Express VPN不仅能辅助看Netflix Disney Plus Amazon Prime ViuTV等等等等 都试用 一个账号瞬间解锁 上千步拒结 不仅在手机平板同用 电视和各大主机均可使用 记得用我的专属 按键 Express VPN.com slash 2 曹元 就能获得额外三个月的会员 因为我觉得不满意啊 还可以30天内免费退款 现在继续试试吧 新闻女王里这些女人 搞事业认真到我都害怕呀 而转头看看今年口碑不错的 古装大女主剧长相思 开播前啊 释出女主的solo海报 一女四男的配置啊 被狂吹大女主度爆表 实质上女主啊是没有个人事业线的 她的所有争斗戏码 完全是为了辅佐失事的哥哥 助她成王 为了哥哥 她周旋于权贵之间 她放弃人生自由 I was like Excuse me 你就没有点自己的事要忙吗 说真的 同时跟四个男人谈恋爱 还不如同时送四份外卖来的大女主呢 说到这儿 内地剧中还有一类常见的女主 她们因为长得美就过尽红利 长相思是这样 以爱为营是这样 就你这张清国清城 祸国殃民的脸 我一个女人都受不了 近期热播的古偶 宁安如梦也是这样 这是哪家的姐姐 好生漂亮 新闻女王里啊 也有一位美艳的主播 她也确实能吸引到总裁 但可不是帅气专一的霸道总裁 新闻女王残酷地展示了 所谓的总裁啊往往是位高权重 年老色衰 且见色奇异的老男人罢了 而相比起顺风顺水的内与美丽女主们 新闻女王中这位主播的美貌更像一种诅咒 在上司的受益下 她通过各种性暗示来行工作之变 但残酷的是 到头来她的美貌被戳破 并不是什么稀缺资源 这样一个毁三观的角色 在偶像剧里啊 八成就被安排成 抢女主男人的大反派了 但TVB编剧却选择给她更多的胡光 揭示了她狼狈的生活 网上爬有一个原因 是为了让老年痴呆的父亲 能多从电视上看到她 她没有良好的教育背景 我英文水平还不能跟外国人 做直播专访 所以选择用肉体当上位利器 这个名为许诗情的人物啊 如今在社交网络大受欢迎 网友们纷纷喊话 让我们诗情上prime time 这里呢就要说到TVB的人物刻画 没有百分百的好人 也没有百分百的坏人 有的是一个个有棱有角 又层次的饱满人物 就拿女主来说 她在某慈善基金选举报道中 表现出一副关爱家暴女性 高举女性主义大旗的样子 短短十分钟发生的事 恰恰就是香港父权制度 长期潜移默化的展现 但实则这一切 都不过是她获利的工具罢了 至于最后 谁能当上会长 根本无所谓 说到底只是看 我跟George 谁能成为造王者 这剧里啊 是真没什么好人 连剧中的人物啊 都忍不住吐槽 这里全员恶人 但观众看得爽不爽 爽啊 这个现象就非常有意思 港剧里的恶人 让观众爱得不行 内地剧里的某些善人们 却遭遇集体吐槽 因为港剧 不塑造完美的主角 这些人物本来就是欢迎批判的 但一些偶像剧 流量剧的编剧 却爱把主角 放在全剧的道德制高点 就拿近期热播的古偶 宁安如梦来说 女主啊 做过妖后 男主被称为奸臣 我以为能整出什么新花样呢 但实则两人啊 光有恶男恶女的tit头 人设还是贴近 传统偶像剧 好人的塑造模式 女主前世还的忠臣夏大狱 陷些丧命 重生后 遇上要败坏忠臣名声的女配 立马就战胜了道德制高点 予以批判 一副大好人的嘴脸 却让人看得极其的别扭 颇有一种 我只是要她的命 你却要败坏她名声的滑稽感 前世今生啊 仿佛两个人 足见编剧啊 对构建真实立体的人物 没有自信 配角呢 也要尽可能的去坏 这样才能凸显主角 是好人 而新闻女王 从一番到十番 每个人物编剧 都认真刻画 说到这儿 我才发现前面 我光顾着说 新闻女王的女性角色了 耶 随口说两句 这句的男主吧 前期呢 她和女主斗得死去活来 但实力啊 却远不及女主 在慈善基金会长 选举造势中 一败涂地 随后她释出了 她的杀手锏 这个杀手锏 竟是她的女朋友 多亏自己的女友 长期在女主身边卧底 偷拍到了女主 新闻造假的证据 她才得以 暂时扳倒女主 后来呢 她卷入了一起性侵案 在要被停职的 关键时刻 她想出的招 竟然是散播 自己和女主的 陶色新闻 没有闻的纵容 哪有凉的放肆 多年银幕CP 一句不知情 就把事情撇清 属于是这个 亲自下场吵CP了哈 这个男人啊 遇到问题 脑袋瓜子里的解决方案 除了女人还是女人 而如我前面所说啊 本片筹牌时 甚至都没有设置男主 不过因为马国民的加盟 剧情得以加入一些 职场大男子主义情节 女主在升至副总监时 就遭遇了一波 男高管门的抱团打压 九点的会议 向来是在高尔夫球场开 没人通知你吗 怎么样 你们谈到哪里了 第三个钟 我准备了一份改革计划书 想给大家看一看 喂 你不是一直都玩股东表吗 说到高尔夫 手表等此类话题 个个一脸得意 仿佛自己高女一等 然而真相不过是 他们在专业上 无法打压实力过硬的女主罢了 其实啊 新闻女王对这个话题 并没有很多的刻画 但即便是浅尝而止 也比不少这张偶像剧装瞎子 将这个问题完全透明化 高到不知道哪里去 那值得一提的是 本剧目前最大的boss 也是女性 不过可悲的是 她在剧中啊 从始至终都被人喊作方泰 她的全名啊 曾经在片中一闪而过 讽刺的是这个名字 竟然还灌了夫心 只要写着方罗立场四个字 已经够了 然而正如我前面所说 这部港剧不是非黑即白 她的编剧致力于精彩剧情 而不是正确剧情 这样的创作手法 比起一些表面伪光正 实在理念落后的人物塑造 反而更精彩 更有现实的意义 最后我想说啊 其实那余不是没有好剧 今年口碑爆表的狂飙 漫长的季节 就赢得了满堂彩 那么我为什么要拿以上那些剧集 跟新闻女王做对比呢 因为新闻女王的定位并不高深 不过是一个职场大女主爽剧罢了 但其却做到了不仅女主突出 群像也相当有戏 而内于不少的所谓职场剧 大女主剧 很遗憾 被做成了男女主恋爱至上的偶像剧 搞来搞去 无非就是一群恋爱闹的大戏 真要给看偶了啦 那么今天咱们就先吐到这吧 下回见咯